来,我们有听友,他想问阿宝老师 他想不了解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玉米苏呢 最好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钟 有说是什么作物 就是玉女番茄 我没有讲到,对不起 玉女番茄,我想说我没有说 来,玉女番茄 这个玉女番茄,可能最好的时间点 应该是刚刚进去的 这个时间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有说到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玉米苏 是对根系的虚根的增加 通常这种虚根,就是这些油均的 如果更多 它可以增加对这个玉米苏 可以增加一个控性,这个效果上最好的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条线旁边,你无法 可以稍微注意到这方面的 处理方法 就是刚刚进去的,给它去开筋 然后这个就是说 对到这个要害的 轻微要害的一个修复作用 所以你能够尽在这个转油的时候 我们把它沾一層 我们作文的本身 就对这个油就有一个控制 这是我们第二个 这种预防轻微要害的 一个可能性 有的阿兵说像在生中的这个 这个规定里面 我们种这个小番茄 都会噴佐果剂 这个调割的一个部分 在用呢 有时候在心味就会得到QQ 所以甚至在这里 你给它消化用一層的这些东西 它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厉害 但是这个用法上 就是说 那个硬油我们有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我们在用 我们就不要用了太多 就是说 在这个用量上 不要用到800倍 有的朋友用到500倍 他说我的硬油用到倒 一罐没多久就让我倒下去 用了不 用了不错的硬油 硬油倒就好了 完全那个也不会双到 但是我们就有当机在用 这个东西就是给它一个硬油 有一个维持有一个伎量 这在德国 他们很强调 这个使用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很低级的 内地 让很多人去经验这个用法 当然他们是第一 是高兴 就觉得他们在欧洲 用了不错的这个东西 在台湾 我们也是给它 使用了不错 所以有时候 他们对这方面 你看我们办法当时 你也对我们很支持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 有这种的一个 这个好处 这个好够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适量的这个使用 所以一再给我们强调 就是说你一定要 让很多朋友知道这种东西 就是适量的好 他没法取代 我们正常的这个肥料 我们正常的肥料 我们正常的肥料 也是同样 都有在用 他没法取代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说你适量的使用 这确实对这个行动 有很大多 这个帮助 这种肥料 变得太多了 变得太多了 有这种的一个 这个丹心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这一定的嘛 你开太多了 你一定的 但是你跟他说 跟他说 不然你用比较少了 你不要再捆了 但是如果没有伴满 如果没有火要怎样 这有时候就是 我们在这个材败里面 材败里面 每一株 我们都去面对 都坐这个両栏 用 开开这么多 开开这么多 怕太小 是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用 又怕 怕说他这个是不是这个 没有开那么多火 没有开那么多火 你连小小的机会 都没有 对吧 有时候 我感觉说 料都好就好 所以我们就是 可以斟酌 要去来 把他做修用 这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希望好朋友 可以稍微注意到 这方面的 这个修用的方式 就是 不要 过量的 这个修用 比如说 我们适当用一些这些量 这样起来 什么叫做适当的一些量 就是 你可以隔次 这浪便 浪便 浪便 这样来用 每一遍 你大概就是 控制 在八百一千倍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们有可能是 一周一遍的 一个基本的方式 那就是差不多 一千倍 你如果是一周一遍 这样 你大概一千倍 你如果有的人是五天就一遍 你的节奏就是五天一遍 五天一遍 因为五天一遍是怎样的 就是说他现在 这两三十五 一遍 就算两天 补灰 现在来 因为他刚刚好都间隔五天 他补灰的时间刚刚好都五天 所以五天 现在又让 那个时间 差不多两天三天 还队在后边 他就一遍油了 还一遍的这个中间 就是这个 转灰 再来转油了 再来转灰 再来转油了 这样 这很多是 都是这种 这种节奏 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是这样 你可能 那个背双 你还要扣 更加淡薄 这通常 我们是 在这个 输用的一个 规定里面 希望 你会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用法 在这个输用的 这个中间 你大概是这样 来做处理 这应该是 没什么 这样的 这个 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是 可以这样 用法 应该 他所有的一个 缺点 就会被压得很少 因为 人口一项 有 很好 作用的 这个东西 一定有 它的缺点 比如说 担一个 会太多 这绝对 是 它的缺点 但这种角度 起来 它就是 它的 油点 我们尽量 就是说 可以稍微注意 这方面 这个 不说 整个 一直用 一直用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隔次 如果是 刚才到 拍摄 比如说 这个 更厚 黑暗 我们可能 就要补一些 默 最近 我们有 试了一些 这个 默 的 这个 部分 但是 发现 说 效果 要求 不说 很好 不然 这个 德国原厂的 技术 一个建议 他说 如果是 这种 黑暗 我们 德国 最多 德国 最多 营用 什么 营用 恩 酒 营用 恩 酒 那不是 都 淡数 很 广吗 其实 那个 蛋 只有 一点点 我们只要去检查到这个土壳底 土壳底的 淡数的 这个供应量 本来说你原厂用12盒子 你把12盒子 丢掉 你用17盒子 然后你担 油的时候 你就是 是一边里面 你把它填一点点 这个恩酒 因为这个低 低光度的时 因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光合作用的全区物质的这种的这个好格 所以他起来对这个低光灶的这种恢复的效果上还不错了 这两天在这个我们塞雷这家这家 塞雷和汽东 这个高材三本 这边这边 他们有很多这个 野硬材 都有看到这种的一个好格 哇 他这神奇 本来全家要烹饪了 我想说好了 没死 要当做 要买 他去 转看看 那样的这个 把他夹下去 第一边 他就感觉说 哎 那从流后破 没有 再担更重 这次 这两边就让他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感觉 对 好像在这个 硬材 因为硬材在低温的时候 有些生长上的这个种来 所以你会让他担一下这个 尤其是低光度的时候 因为硬材要需要较强的这个光灶 所以一样低光度的时候 把他補起 他的性的随缓 这个效果上还不错 我们当然在这个番茄 因为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使用 因为他有可能 但是你如果是土壳底的这个 肥有的调整好使用 你用这个来补充 在低光灶的时候 这个做法 然后再加一点 酶 这个方式 我们做一个配套 这个先让好朋友知道 就是这个方面你在处理 有时候 如果是日光较不高 好像感觉上 这个玉米酥就感觉不到 但是你如果太冷 太冷这种 尤其是热 这个障碍环节 我们很多好朋友在用 是还不错 所以这个可以错开 就会用 在不一样的这个天气 我们处理不一样的这个方式 我们在寒冷的地方 感觉很容易去担到 这个长期低光灶的这个问题 那些硬度都幽不起来 不要说硬度幽不起来 连那个垢的机会 所以我们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 把它操作看看 所以这个应用就是 变成我们可以去交替 交替来使用 这个地方有好朋友大概会知道一下 这个我们有时候在处理上 可以去 撤击这个 雕配 所以在这个小番茄 小番茄这个部分 大概在那个时间点 蒸下去这个时间 这一定 跑了这两三遍 因为那时候 高温 你一定要用这个 你如果是到月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温度又回来 但是计划还不错 食粿又没出来了 这个小番茄 要有计划 我们还几减有糖好免 你如果没有在冠 他们说要有 钢糖好充滞 长腰的晒 这样好 你就继续利用 这个玉米酥 那时候 高温 你要噴一些 它的当地 这个凋割的方便 效果上还不错 算是有一个帮助 有的人是把这个东西 连在座位 在用 这个佐果剂 你连佐果剂的时候 你这个玉米酥 不要用太厚 你大概就是 1500到2000倍 因为我们直接噴在火 大概 这个很直接的这个效果 大概就是 在那个花絮的这个所在 大概就是1500倍 这2000倍 1000倍是没啥要紧 我们说真的 但是我是都没有建议 我们好朋友用更厚 因为这个人和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辅助的 这个效果 这个意思也是同样 这让我们有一个 这个地方 这个提供给你做参考 这个用法上 大家可以 要求 他很多这个用法 我们说真的 很多这个用法 有的是我们好朋友 去把 汽料 去观察 因为他的问题 有时候很多这个作品 他们的用法 都会比 甚至比较薄 又要来行 我们说真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 主要我们 听众朋友 给我们 赌三天 一些如果 汽料不错 还是说你这个 这个政策 这个还不错 这个你就可以 拿出来 和我们做 粉线 来 非常简单 给好朋友 做回答 嗯哼 感谢